特別感謝以上訂閱我的觀眾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柏勳 今天這一集是 維基百科大解說 的第2-2集 各位觀眾一定會想說怎麼會有2-2集 那就是你沒去看我的2-1集啦 我們2-1集講到了春風Doremi 還沒看的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來看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 喜歡三兄弟記得按下去喔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影片就正式開始囉 Let's go 成圓與月 日語 Fujiwara Hatsuki 是日本動畫小魔女Doremi中的架空角色之一 也是系列作中的角色之一 隸屬魔法堂的其中一名小麻煩魔女 日語配音員為 秋谷智子 中文版配音員為 謝小娟和 傅曼君 粵語配音員為 林圓村 1991年2月14日出生 與西洋情人節同一天 水瓶座 血型A型 父親是陸醉 藤原家的電影導演 藤原明 母親是室內設計師 藤原栗子 家中還有 一位 在藤原家服務超過50年的 管家婆婆 四川小雪 小舟名曲幼稚園畢業後 進入美空市 立美空第一小學就讀 就讀班級為 3到6年級就是二班 之後升學至 卡蓮女子學院 音樂系 專攻小提琴 之後一路就讀 高中畢業 並讀自遠赴 法國巴黎的 音樂學院 去 繼續學習 小提琴 見其身服裝 顏色為 橘色 作為服從的精靈為 雷雷 波龍的音色為 小提琴音調 剛好對應 語樂擅長的小提琴 同時連鋼琴都會彈 使用魔法的咒語為 拍拍蓬佩 撲啊撲啊撲 魔幻舞台咒語為 拍拍蓬佩 溫柔優美 皇家使者咒語為 拍拍皇家使者 與音符式為二騎乘 飛天掃把石 用側邊坐姿的 魔女見習聲 在巴黎的音樂學院 畢業後 成為了 職業小提琴演奏家 因為 Doremi的失誤 導致他 與小愛 發現了 Doremi的魔女 見習聲身份 連帶影響了 魔女 拒絕 並表達出自己的感受 初次變身時 因為眼鏡卡住 10 而 差點 變身失敗 被魔女利卡吐查 又多一位 小麻煩魔女 特徵 特徵 頭上用 橘色大鑽帶綁著的馬尾 從帽 繳好 頭上的長瀏海 在第三步開始 變得 較短 因為家境富裕 所以 私人服裝 為所有 角色中 最多樣的 標準的 附加千金 但不會 如同 玉木般 擺出 大小姐架式 很多事情 都被溺愛 自己的家人 都是先給好的決定 但本人 其實很不喜歡這樣 個性溫柔善良 且相當穩重 非常的膽小 極度害怕 幽靈鬼怪 之類事物 從幼稚園時期 就一路跟Doremi同班 故事一開始 就是Doremi相當要好的朋友 與傾訴對象 與青梅竹馬的男同學 史田優 相當要好 大家對 他們 兩人的關係 都相當清楚 受到F4中的 騰男喜歡 但 雨月對他相當沒轍 好啦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呢 記得 三兄弟都按下去 按讚 訂閱 加開啟小鈴鐺 影片 就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一次的 影片見囉 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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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